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蔫花惹笑 播讲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鲜血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哦 第八百三十集 看你身手不凡 没想到居然怕熟 韩笑摇了摇头 凤江转身去将地上的兔子拾起 还没等乔木有机会说话 他将兔子一抛 往他面前甩去 乔木一脸嫌弃的一侧声 躲开了 这脏兮兮的东西 本小姐才不稀罕 我也没有要你吃 只讲乌龟原主 看着凤江嘴角边的笑意 乔木的神色更加凝重 护归原主 这家伙不过是再想借机嘲笑自己罢了 本小姐就是怕熟 怎么了 难道你凤族三皇子还没有害怕的东西不成 凤江对上他的目光 摇头挑眉道 抱歉 还真美 要想吃肉 你可以随意 可我必须得提醒你 刚才那是毒鼠 毒性很强 是黑地特有的品种 他们一般不会离开洞穴的 但是一旦闻到了血腥味道 他们便会成群结队地出来觅食 你打伤了兔子 随意扔在地上 他便来了 明白吗 一想到刚才黑乎乎的东西 乔木又一次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 他咽了一口口水 脸色并没有很好 既然林子中有不少能吃的 你也不给大家带点 天天吃肉干 兄弟们怎么能熬得了呢 凤江那一脸看起来熬不了的人是你吧 的样子 让乔木看见了 浑身不自在 他是熬不住 怎么了 难道三皇子没有任何想法吗 九儿也不喜欢吃肉干 还有你四皇叔 他身体本就不好 还天天啃肉干 不容易恢复 最终 乔木找了一个不错的借口 你先回去 我等会儿带点回来 凤江一挑眉 举步往前 此处的毒术数以万计 你若是害怕最好 啊 乔木的叫声打断了凤江的话 脚下一只毛茸茸 黑乎乎的东西偷偷溜过 乔木一跃 跳到了在自己身旁经过的男子背上 一瞬间 吱吱的声音响起 草地上一波一波的毒鼠再次窜出 往乔木刚才所站的位置 不远处的兔子尸体而去 乔木紧紧地抱着凤江 甚至将脑袋埋在他的脖颈之间 他那颤抖的身体和畏惧的气息 都很好地表明乔大小姐是真的很害怕鼠 非一般地害怕 这将如何是好啊 凤江无奈 侧头看着与自己几乎贴在一起的脸 你 你 你没有说鼠 不是说蛇 蝎子 蜘蛛什么的吗 为什么是毒鼠 太 太恐怖了 赶紧 赶紧让他们离开 对 哨子 他们不是怕你的哨子吗 赶紧让他们离开 再说 兔子的尸体一日没吃完 他们就不会放弃了 凤江的声音响起 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 你 太 太可怕了 乔木嘟嘟嘟 连声音都在颤抖 快让他们离开 要不然你带 带我离开也行 你 凤江的声音带着几分愉悦 算是接受了两人此刻的距离 可乔木并没有让他有说话的机会 我 什么我呀 别废话 赶紧 我回走 快 只要没听见声音就好 算是大不了 我原谅你欺负我的事情 凤江挑了挑眉 伸出双手 抱上猛女的大腿 你做什么 乔木低喊道 是排斥他碰自己 可他并不敢动 生怕会掉下去 凤江不为所动 抱上了也没收手 稳定了趴在自己身上的身子 他转身举步往回 耳边令人毛骨悚然的吱吱声依旧在萦绕 乔木唯有勉为其难的 接受放在他腿上的两只掌 更正一点啊 我可没有欺负你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女子 特别是像你这种 乔木默数着男子的步伐 差点却没将凤江的话给听进去 眼看距离差不多 他压着他的肩膀 轻轻一跃便上了树梢 再见 再 再也不见 丢下一句话 乔木转身不见了踪影 见揍的家伙 什么叫做特别是像他这种女人 不过 这笔账他只能稍后再算 该死的林子如此多的独暑 他待会儿就要怎么穿越过去啊 带着怒气和畏惧 乔木终于离开了林子 回到凤九儿身旁 点红气喘的 都去干了什么坏事啊 凤九儿睁开双眸 瞄了身旁的人一眼 乔木在他边上坐下 与他一起倚靠在树干上 谁还用心思干坏事啊 而且 林子里又没有我喜欢的人 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乔木闭上双眸 凤九儿认真地看了他一会儿 确实看出了不对劲 意思是 要是林子里面有你看上的 你会不择手段 扫了乔木一眼 凤九儿再次倚靠在树干上 避不养神 每说起林子 乔木便想起那些毛茸茸之物 想着 今日必须要通过林子 他双腿发麻 哪还有心情开玩笑呢 等不到对方回应 凤九儿猝了猝没到 对了 我三皇兄没什么情况吧 你呢 走得这般着急 也不打算解释一下 没事 乔木不想承认自己去属的事情 可 九儿 这是唯一的路吗 今日 我们必须通过这个林子吗 乔木坐直身躯 看着身旁的人 凤九儿睁开双眸 对上乔木的目光 半眯了眯眸 里面有什么毒蛇猛兽 是我家乔大小姐害怕的 说吧 我不笑你 这般遮遮掩掩掩的乔木 凤九儿还是第一次看见 车没事 谁相信 鼠 乔木抿了抿唇 硬生生地挤出一个字 看着他僵硬的表情 凤九儿也不好意思笑 意思是 你刚才就是被鼠赶出来了 唉 算是 乔木浅叹了一口气 倚靠在树干上闭目养神 凤江有只哨子 他一吹 鼠就乖乖让路了 等会儿 你让他将哨子介于我 大不了 他说的什么毒兽 我给他扛了 凤九儿蹭了蹭眉 倚靠在树干上 与乔木肩头并着肩头 每个人心中 或多或少 都会有弱点 就像剑一怕蛇 你怕鼠一样 没什么不好成 那你怕什么 乔木打断了凤九儿的话 乔木总觉得 要是自己不知道九儿的一处弱点 太亏了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位置 羁尖 discontin .,咳 晚点 段